是不是觉得家里的房间 越来越不够住了呢 人越来越多的话 当然车停的位置会越来越少 有时候甚至还要被 猫着 被举报的威胁 赢在人家家 人家的家人口 Hello大家好我是Kelan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看一款在 自打承 Panda Seriana Lina Park这里的 三层半独立脚头单位 Let's go 首先我们从外面这里看进来的话 这里是一个超大的女者位 保守估计 至少可以进8辆车比赛 那我们再看过去旁边这里的空定 至少有35尺左右 如果您家的小孩喜欢 在这种家里外面跑来跑去的话 他可以尽情的在这里 尽情的奔跑 我们再看过来这里 这里的屋子 屋主还有见多一个 就是可见出来一个小的 在这里 在介绍屋子的其他范围之前 我再跟大家 讲一下 就是整个屋子的大概的细节的部分 那么呢整个屋子的面积大小的是6980sq 那么 屋子的建筑面积呢是3627sq 拥有五间房间加一间的用人房 厕所呢总共有六间 那么呢这里呢是free hall 就是说永久地区 还有这里不是strata 这里是individual 所以你可以更改屋子的一些的外观 这里呢也是24小时微离保安 所以是非常的安全 加上低密度 而且 深密地的话只有后面的这两行的单位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后面 那走到后面这里来呢 这里大概有15尺左右的地 那么你如果说 你也可以把这里当成是 BBQ的一个area 跟朋友在那边BBQ烧烤 那么如果是说你先这里 比你没有用到的话 你可以扩建出来 把屋子里面的 干湿厨房 分变 分离 这间三层半独立的脚头单位呢 是面向北的一间的 三层半独立 那么在before我们进去客厅之前呢 你会看到大门这里的门呢 它是比平时你看到的 屋子的门还要高出 一半 所以呢 会给你一种 哇塞的 感觉 好那么进来这里呢就是客厅 客厅的范围 那么我的左手边呢就是 你可以唱歌 看电影跟家人聊天的地方 那么再看过来这里呢是饭桌吃饭的地方 那么一日三餐呢要吃的 如何的温馨和温暖呢 主要是你要看跟随意一起吃 就算吃 面包 加牛油也是非常的开心 来看楼下这间的房间呢 也被称为 呃 客房 还有 长辈房 那么呢 这里呢 壁橱 还有床 风扇 跟电灯 还有冷气 甚至窗帘已经全部做好了 所以长辈或者是 客人住进来的话 他们是非常方便 基本上只要带他们的 衣物就可以 来这里住 当年长辈房呢 因为 老人家嘛 他们行动的时候呢 不方便 他们的脚痛 不可以走太久 或者是有腰痛 不可以上下楼梯 所以楼下的房间非常适合 给老人家居住 那么呢他们要上厕所呢也非常的 方便 为什么呢 走出来 拐个弯 这里 这里就是厕所啦 厕所这边看出来的这边 这里是厨房的范围 全部的壁橱 都已经建好了 做好了 甚至冰箱也 保留在这里 甚至还有什么呢 抽油烟机 还有煤气炉 的那个系统全部已经做好了 总的来说 其实 你买到这间单位 只要你带上你的米啊 鸡啊 油啊 菜啊 还有甚至你的 个人义务 或者个人的随行的 物品 搬进来 就可以住了 现在 我带大家上 二楼看看 Let's go 二楼这里呢 有三间房间 那么我一间一间的来为大家介绍 在这之前呢 我们来看到 这里你会看到 有一些的健身器材 还有 这个是 屋主的儿子呢 他非常喜欢健身 所以你会在屋上的客厅的范围呢 看到一些健身的气场 听说 屋主 他的儿子有六块腹肌 我是没有看过啦 这里呢 可以说是一个 锻炼的范围 你在锻炼的时候呢 要休息一下 要出去透口气 这里旁边 有一颗侧 侧边的阳台 开门出去 你可以在这里 呼吸新鲜的口气 可以看看周围的树木 是不是很开心的 这一间的房间呢 这一间的房间呢 是这些屋主 他们放铁的小孩子 住的 你会看到有一些小孩子的 玩具 在他们的箱子 然后呢 还有 baby 用的那个 座 做电 然后呢 这一间房间 看起来会比较小的 但至少放一张 clean side的 床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很方便 为什么呢 风扇 冷气 包括壁厨 全部都已经做好的 那么呢 这一间楼上的房间呢 很好是为什么呢 它有自己 独立的厕所 所以呢 当你在 人有三级的时候 不用担心 不用怕 会可以 比较强的 另一间房间 过来这里呢 这一间房间呢 就是比较宽敞一些 比较宽比较大 那么这一间房间呢 之前是 呃 屋主他们 自己的儿子在住的 也是 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 壁厨 还有冷气 风扇 电灯 全部都做好了 而且 也满床架 给你的 给你 so 其实 是非常非常 好的 重点是每一间房间都有 他自己独立的厕所 现在呢 我们就从这里 转过去 这边的房间 其实呢 这里的房间 也可以被称为 主人房 或者是 另一间的房间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房间 足够大 拥有 自己的阳台 所以呢 其实屋主呢 他非常的用心 为什么呢 这里的阳台 其实有扩建出去 然后 这个呢 这个的阳台呢 你可以作为什么用途呢 是当你工作了一整天 你想要释放一些的压力 想要找一个 含金的地方 看看网上的星空 让你的身心灵 得到浴缸放松的话 这里 会是非常好 我们看看他的厕所 有自己独立的浴缸 看到了 如果你是 新婚夫妇 那么的 要 平时工作回来 你要 培养一下感情 对不对 所以就可以 放 放水 然后放一点 桂花饭 再放一点 泡澡的球 再点一些 香薰的 那个蜡烛 这样子 除了可以 洗劲身上的 体备呢 还可以跟你的 208配合感情 不是很好啦 你会看到这个的是 屋子的 衣帽间 屋主特别用心的设计 而且用的 储物的品质 也非常有品质 然后呢 这个的衣帽间呢 有 够做一个的 会把房间跟衣帽间隔开 整体看起来 不会那么 脏乱无序 那么呢 如果是女生呢 可以在这里 放一些的 珠宝首饰 那么男生呢 可以放一些 手表 或者一些领带 衬托你那帅气 滚重的外表 接下来呢 我带你们上 三楼一看 Let's go 这里呢 就是三楼的房间 三楼的房间 是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这么重呢 看过去 是非常的灿畅 也非常的 大 那么呢 在三楼 房间这里呢 有一个侧阳台 旁边的阳台 早上睡醒呢 可以来 开 这个门 走出去 呼吸一下 早上新鲜的空气 还有 就是看看周围的花草树木 这里呢 会有一张 非常大的 双楼床 这里呢 屋主特别想要是它 蛮定制的 所以在市场上应该 很难会找到像 这样一模一样的 床架 而且呢 这个床呢是 著名的牌子 Kincoin 所以睡起来呢是非常舒服 屋主是跟我说非常舒服啦 但是我没睡过 不知道 这一层呢 也是非常的令人惊讶 为什么呢 首先 我们就看看它的厕所 来 看到吗 这里有另外一个独立的 那个的包袋 那个浴缸 注意呢 这一层呢 虽然是一间房间 但是有一个独特的浴缸 所以呢 你可以 尽情的在这里享受 泡澡的时光 这里 也是跟楼下的房间 刚刚那间房间 一样 有自己的衣帽间 特别用心的设计 设计好全部 非常有品质 如果这间屋子呢 已经拦起你对 这间屋子的兴趣 跟喜爱的话 欢迎联系我们 带你来看这间的 单位 大家好 我是Killard 我是一名 样貌平凡 但是拥有一颗 想要帮大家找到需要和理想物质的男人 欢迎留守我们YouTube的频道 还有Facebook的专业 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 令您心动的房子 Bye